我给你介绍一个 35岁的你看行不行 35的吗哎对 35的那肯定是可以呀 可以是吧 对呀那没问题 那如果稍微再大一点 我给你介绍个45的 45的行不行 45吗嗯 哥哥45的话呢 只要他会生孩子就可以了 会生孩子就可以 对呀 哎那这个 找对象跟会生孩子 哎没有太大关系呀四丫头 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外面大城市里啊 那些哥哥姐姐 他们结婚以后 嗯都不太愿意要孩子的 因为就是感觉呢啊压力比较大嘛 嗯那为啥你们这个山里的女孩子呀 呃就是非要嗯得会生孩子呢 呃因为我们这里吗 哥哥你看嘛我们是住在山里面嘛 然后我们的山啊地呀 然后还有家里面的橡胶树啊果树啊 都比较多嘛 然后呢如果是说呃家里面的那个呃 孩子要是少的话 这些东西就分不完吗 45岁的你也能接受 嗯 这不是说明你们这边的小姑娘能接受的 那个呃年龄段的跨度还蛮大的 呃那那那是可以的 是可以对吧对对 你看其实哥哥我呢 哎你往后退一点塞亚头 其实哥哥我呢今年也 呃38岁了 嗯要是我这个年龄到你们这村子里面呀 能不能找到一个呃稍微好看一点的 像你一样懂事的小姑娘呀 哦那肯定可以啊肯定没有问题啊 肯定没问题对啊你确定吗 那肯定确定啊哈哈哈 但是你这官说可不行啊 嗯你得帮我牵线搭桥一下 嗯牵线搭桥哎对 哈哈啊就是就是呃 介绍介绍认识认识 呃那这种的话呢我家就有五个姐妹呀 你家就有五个姐妹啊对呀 你家小姑娘这么多呢 啊我家还算少的别人家都八个九个呢 别人家都是八九个哦对呀 哎呦那你们这边小姑娘确实多啊 啊那你看四丫头 嗯嗯你家这五个五个姐妹里面呀 哎有几个还单身呀 我家吗嗯呃我家的话呢 就是除了我大姐其他都呃 就是其他都还没有结婚呢 除了大姐其他都没结婚 呃对呀那就是还有四个单身的 呃对哎那你是不是这四个里面长得最好看的呀 呃我不是我算是我我算是我家里面的话呢 不好看的 而且我在寨子里面也排不上号 你算是你们家里面不好看的啊 而且你在寨子里都排不上号啊对呀 哈哈那你们这边的小姑娘 岂不是个个都冒笔稀释貂蚕呀 连你这样的都不算好看了 呃对我们这边的女孩都比较好看 呃这是我家呀 还有我们寨子最好看的是我三姐 三姐最好看啊对呀 那这样咱们来细细的讲一讲 这个三姐他呃有多好看 你大概给我描述一下 呃三姐也多好看吗嗯嗯 三姐的话呢他算是身高的话 算是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高的吗啊 因为我三姐的话呢 他有差不多一米六八呢啊 一米六八对 然后他身材比较好 他的腰啊都比较细嘛啊 然后呢呃他是高鼻梁大眼睛 然后他还代替我们寨子去参加过水灯小姐 哦 他参加过水灯小姐啊对但是 这个水灯小姐是什么意思呀 咱们外地人不知道呀哦水灯小姐吗 哎呃水灯小姐 他就是我们这里的话呢 呃每个寨子吗 然后找出来一个又会唱歌 又会跳舞的 然后长得又是最好看的吗 然后代替我们寨子的话呢 去参加比赛吗哦 又会唱歌又会跳舞 嗯嗯然后他还得长得最好看啊 对呀 哎那你四丫头你描述的这个 不就是跟咱们大城市里的那个 选美大赛差不多吗 哦那也可以这么说 那一辆摩托车的话应该值不了几个钱吧 也就是五六千块钱 在你们这边就能够找一个媳妇 哎找一个老婆吗 呃那五六千块钱也算可以了吗 哦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习俗 还有一个习俗啊对呀 是是什么样的习俗呀 嗯就是哥哥你看嘛 我们这里啊橡胶树啊 还有火源呀 还有山呀还有地呀 呃就是这些东西都比较多吗 然后呢这些本来都是留给儿子的 呃但是要是我们家里面 要是没有儿子的吗 然后这些的话呢都是留给女婿的 留给女婿的啊对呀 那是不是说 咱们男孩子在你们这边找一个老婆呀 那一分钱也不用花 而且呢你们还要把你们的钱呀 地呀房呀分给咱们是不是 嗯对呀就是也是这样的 哎呦那找个老婆你看都赚大发了呀 啊那四丫头哥哥问一问你啊 嗯 当时你结婚的时候呀 你那个爸爸妈妈给你的老公分了多少田分了多少地呀 你说我呀哎对呃哥哥可是我还没有结婚呢 哈哈哈你还没结婚呀四丫头对呀 哈哈哈看不出来呢 这个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呀啊呃你感觉我像多大的吗 我感觉 嗯这个我感觉的不太准啊 要不然这样 咱直播间这么多家人 呃你们感觉四丫头今年下多大年纪的 咱们都可以猜一猜好不好 咱们感觉四丫头像多大年龄的都打在公民上 那我看哎要不这样我给大家看看你的全貌啊 呃给大家看看哎这四丫头你看穿着打扮还是比较独特的 有一种少数民族的感觉啊 然后大家看他像多少年龄的呢 啊都说呃22岁1615 32岁 嗯还有个说你33岁的啊这四丫头像33岁的吗 嗯那30多岁倒是没有 因为我虽然说在山上满晒的有点黑 呃但是倒是不至于30多岁哎呀 你别听咱直播间的家人们瞎说 其实他们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啊 你看上去就是干干成年的样子吗 是吗哎对我今年22岁了哥 已经22岁了啊对呀 那年纪确实也不小啊 你看呃都是大姑娘了啊呃 那我问问你嗯你这22岁的话呢 你有没有就是说来找过对象什么的 找个对象吗哎对呃我18岁的时候找过一个 18岁的时候找过一个呃对呀 那哥哥八卦一下啊嗯你当时谈的这个呀 你们发展到嗯什么地步了呀 呃什么叫发展到什么地步呀 四丫头就好比说啊你们有没有啊拉过小手呀 亲过小嘴 哎或者是有没有默默哒约过小会什么的啊 哥哥像你说的这种的话呢 我们就只拉过小手吗呃那个时候吗害羞吗 然后就是紧张的那个呃就是那个手都拉出汗了都紧张的小手都拉出汗了哦对呀这没看出来你还蛮单纯的就只拉过小手哦对其他的没有过那个时候害羞吗哎那四丫头啊你们当时谈了多长时间呀 谈了多长时间吗嗯呃差不多有两个月了两个月哦对呀那两个月的时间也太短了吧短了别人都说这爱情是一次长跑对不对 嗯那你们这你们两个这段爱情哎就是一个短跑吗哎怎么分手分的这么快呀嗯就是觉得不太合适嘛感觉不太合适对然后就分开了哦那不太合适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嗯你们是嗯因为性格不合 还是因为家庭不合呀四丫头哦就是我们的年纪不太合适哦年纪不太合适啊对呀他是不是比你大挺多的哦不是他是比我小一岁 比你小一岁嗯对呀那这个小一岁也没有小多少呀这年纪的话不挺合适的吗嗯那我就是觉得嘛他比我年纪小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不是那么的懂事哦就是而且他还有就是他还喜欢那种喝酒嘛哦 很久以后呢他就是会到处去骂人然后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他不太孝顺父母 喝酒以后他还会骂人他酒品不太好啊而且他还不孝顺父母哦对最主要就是不孝顺父母哎呀那肯定是不行的你看 那我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啊你这两个月时间都谈长了啊要我是你啊我两个星期就给他分手了啊那么短哎对啊他不孝顺父母对吧啊啊哎那哥哥问问你呃你当时是18岁对不对哦对现在已经是22了嗯对呀嗯那中间隔着4年你有没有再找过别的对象呀你说我呀嗯呃就是找到是没有找过但是去年我妈妈给我介绍过一个嘛 找过去年给你介绍过一个啊对呀你们没有就是说在一起吗我们妈嗯呃在一起倒是没有在一起呃因为那个哥哥嘛他来我家玩了两天然后玩了两天呢然后他就走了嘛 然后走了然后但是他过了一个星期又来了哈哈 来你家玩了两天就走了呃对呀那他过了一个星期就来干嘛呀他后悔了呀 哦不是他过一个星期是跟我表姐一起来的哦跟表姐一起来的哦对呀那他这是啥意思啊让表姐来说情来了不是他现在是我表姐夫嘛哈哈 哦变成你表姐夫去了啊对呀哈哈哎呀四丫头 你这你看你还在是傻笑呢你表姐都把你老公给抢了呀啊 哥哥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表姐嘛长得也比我漂亮很多嘛 而且人家现在九席都半了九席都已经半了啊对呀哎呀那确实是已经来不及了呀四丫头啊 那你看你当时啊 呃 谈恋爱是18岁现在已经有四年没谈过恋爱了嗯呃那你觉得 呃你想不想谈恋爱呢就是啊我想是想但是我还一直都没有找到吗 啊想 哇脱的也那么近那么期连风都听不到听不到 Zither Harp